现在的电视剧百花齐榜,可是层次不齐,电视剧的品质有的高,有的低,就像最近暑假热播的剧集,严实攻略和如意传那样,品质质量就非常的高,可是像甜蜜暴击,那样的电视剧品质就非常的低。 可是,各位小伙伴是否还记得,以前的经典电视剧就像亮剑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那样,口碑收拾双膏的电视剧,真的越来越少了,今天我们就来说说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这部作品,相信看过这部电视剧的很多小伙伴都会,对这部电视剧印象很深刻,小编不夸张的说,这部电视剧是中国难得的抗战电视剧, 里面的每一位演员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,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些,当年的演员早已有了各自的发展,有的成为了娱乐圈的流量明星,有的已经逐渐退出了娱乐圈,无戏可拍。 各位小伙伴是否还记得呢?首先是高锦,高锦的原名是高峰,在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电视剧中,高峰饰演的角色是康压,高峰他出色发挥, 让康压这个角色,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,可是因为没有什么人气,逐渐淡出了观众的视野,小编还不知道这位演员能否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。 王大志,这是小编在这部电视剧中印象最深刻的角色,直到现在都一直难以忘怀,可是,怎么演技这么出色的演员? 现在却很难看到他,往往,他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的是,阿易,阿易这个角色的特点是为人圆滑,如果生活在现代社会,一定是一个大商人。 因为往往这部电视剧中表现有为出色,很多观众都认为,他能够在演艺生涯走得更远,可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,他拍完这部电视剧以后,就已经消失在观众视线当中了。 范雷,范雷在这部电视剧中饰演的是,马大志这个角色,对这个角色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他说的广东腔了,他的表演非常的有特点,范雷的演技更加不用讲了,他是国家一级演员,可是即使这样,他的演艺生涯依然是把红不紫,看完这篇文章后,各位小伙伴是否还记得这部电视剧呢?是否有重新看一遍的冲动呢? 各位小伙伴怎么看?欢迎踊跃点赞,分享收藏关注留言。